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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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现在我们今天来到八王子寺 那个东京都,然后去这里 我们三城,是东京都内 最大的一个站罗的山城 然后,比如说我们来的一个地方 今天也是时间来来的 那我们这里,这边 旁边看到那就是山的 那个方向,那我们就爬上去 看一看吧,好,跟着我来 现在我们呢 就往那个 城的方向走了,看到这一个 很大片的竹林 还挺舒服的,超级凉快 隆山城呢,都在 这个江湖时期呢 是一个所谓八王子岭的 北条市的一个的 鼠城,当年在 对抗武田姓贤的时候 就曾经在这里 抵抗了武田大军的入侵 保住了 那个西北武藏 的地区的一个安静 这就比较特别 进去看一下 非常凉快 非常凉快 自然阴天 但今天呢,来这里之后 可能是竹林的关系吧 非常凉快 非常舒服 一直可以往上面走 好,这里我们看到 应该是一个的 应该是一个的 土堆 还有,呃,当时那个的干爵 的部分 干谷的部分 非常新奇 可以看到一个人工做的一个的 切口 一个土堆 这里呢,你看到 两边,一边是土堆 是人家公司了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 不是通道,这个是一个 凹进去的一个的 平地 就是说,敌人 从这里低进来说 两边可以做一个 攻击跟防守 然后这边呢 就很显然是一个人中 最好的一个小山头 所以呢,这边已经 到了我们这个的 长的那个的 防御的范围 然后这边的话 应该,我没有记住的话 是西北方 对,就是这边 然后我们都往本网 本城那个地方去了 走 好,现在我们来到 第一个的那个看板 这里呢,我们现在在那个 三字碗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 龙山城这个整个的 呃,大小很大 有非常多的驱灵 就我们那个 小的那个的富国 富国 现在我们只在那个的旁边 之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 往上面走了 呃,在公园的位置的话 只开放本网 中字网 二字网附近 跟 这两个屋底 其他地方呢 因为属于私人地 我们就不能去了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这四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处于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的绝呢 那个鼓 就这个部分 上面呢就是小宫驱灵 当然呢,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往上去 然后就去看看上面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整体的发行公司是非常的立体的 那现在呢 通过这个 呃,湖口 这个路程口呢 我们就可以往那个上面看 然后呢,就看 三字碗跟小宫驱灵 Lets go 这个就是 一般的 呃,当年敌人怎么的 来这里之后 从这边 放上去 进去 然后他就在供 这个三字碗的一个地方 这上面呢 就是那个三字碗啊 OK 然后上面就凹进去的呢 就是那个的干爵 那个干的一个的空间 就是干谷 我们的干爵也这样 这个部分 上面呢 再往那边去 或者二字碗跟内 这边是二字碗 那边呢 左手边呢 是千蝉户的 千蝶户的地方 这个 一千个榻榻米 一千个榻榻米 这么宽的一个空间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那个 三字碗 看一看吧 走 果然是 东京都 最大的三层 现层的 空间很大 面积也很大 抵挡了五千 五千清闲的 一个攻击的一个层啊 好 这里 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那个 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但这里是三字碗的范围 这个非常空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但如果没有树的话呢 就基本上 就是三字碗的范围 那 这边呢 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能工作的悬崖 有点危险啊 但是呢 可以看到 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 高 而且深度的一个的 我们叫切岸 或者我们这个的 嗯 澳进去的一个山谷 这场上如果敌人呢 要从这里 不小心找到进来的话呢 两边的 护城的士兵呢 就可以来一个 万箭穿星的那种的攻击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 很惨的一个事情啊 那由于呢 当年的一些史料里面 并没有很好的记载 龙山城之战 究竟是打的一个怎么样 我们只知道 龙山城的守兵 守住了 但具体是怎么攻 或者说武田军是 一个怎么样的 呃 攻击的情况 是比较含糊 不是很清晰 但据说呢 是那个 呃 史上还挺惨重的 啊 这一个部分 这也是一个 就是 呃 北朝市 那个的 城郭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一个组成 这个是那边是二字碗的方向 然后下面这里也是隔了几个那些的 那些的 啊 切岸跟那个空角 所以可以看得清楚就是 这边 是一个一个 独立起来的 几个的城 跟我们上次看到那个 那个三中城也不一样 三中城那个部分呢 都没有这么的 啊 看得这么清楚 但这个显然 空间就比较大了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去看来到一个 大一个地方呢 现在不去二字碗了 现在那个天蝶夫 那个地方 所以一千个塔塔米 这么的大的一个空间 就在那个 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Let's go 当然现在什么都有了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 一个很大的 大约三个里面 挺然移平了 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 这个空间究竟是用来干些什么的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 湖地是用来做一个冰射 或者一些的打药库 或者一些的 啊 马粮 啊 石库之类的一个地方 才会需要这么大的 这又有马房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 呃 当时那个攻击这边 呃 成兵 需要的 生活需要的一个 啊 部分 也有可能啊 是 另外一个 城主 可能生活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上面的粉碗呢 呃 可能生活啊 那个生活方面 行动方面不太方便 可能 这里也会成为 成为一个 它居住的一个场所 说不定 我们可以看看 那边有人看吧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了 待会儿我们快去看看 看到 现在我们在这个千台坡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呢是属于那个城的 呃 中部的地方 后面我们再要去那个二字碗 中字碗跟本碗的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 一个大的平地 那现在呢 我们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什么叫 角马出 这东西呢 是属于呃 北朝市的城堡里面 一个其中一个非常的呃 常见的一种的防御公式 就是那个 让敌人进来的时候呢 因为这困在这里了 然后呢 防守人就可以从这边 上个角度 去进行一个射杀 的部分 呃跟武田市的那个 那个王马出 跟那个的 呃三日月 是有一个可以匹敌的一个 的不同的一个防御公式 也是北朝的除那个的 呃 酱子爵以外 其中另外一个 非常特色的 那个的防御的一个的 呃公式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走 好 那我们呢 从那个千叠库 过来这边 然后看到 这个部分 所以一个 找马出的那个 呃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从那个的第一个地方 然后呢 呃 工程的 部队 爬上来 准备要攻坚这个的 千叠库的时候呢 突然 就上上来 然后呢 如果里面 有强柄的话呢 都会进行一个设计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还有中间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底下 它一个少少凹下去的 一个的绝 所以说呢 当成冰 在里面 在里面造型防守的时候 是有非常多的时间 一个空间呢 去进行一个的 呃设计 还有一个攻击 这部分 然后呢 这边的那个 刚才我们 从那边出来的 那部分里面 会看到 这个非常的稀小的 一个的手道 所以说 要往两边攻击的话 就非常困 呃要 攻击性的话 是需要一点的力气才行的 这也是 呃善用善成 善这个资源 然后呢 去进行各种各样的 呃 防御的改造的 一个的局质 在这里面 当然 呃 这个也要看 攻击的那个 城的 工程方 的兵力怎么样 一般而言呢 在这样的时期 攻一个城的话 基本要准备三倍的兵力 好 我们设计下一个地方 Let's go 好 现在我们来到中置碗这个地方 这个是 啊 通完本碗呢 其中一个主要的 一个的小层锅 在这边附近 嗯 对 现在呢 虽然我们看到后面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看 往前看吧 大家看看 这里上面呢 就是那个 八王子跟那个超导市 附近的 这个那个 东京的 西北角 部分的一个的 呃 整个都市的那个风景呢 都可以从这里看得到 下面那条河呢 就是我们啊 呃 像听到的一个 呃 多摩川 公平行为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河流了 然后呢 这个风景不错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 呃 呃 从 这个夹背 就是以前的那个的 呃 现在的山林线 像从这边跑过来 然后进行攻击的话呢 这边这个河就成为了天然的护城河 然后这个城呢 可以看到成那个河上面的 那个的状况 所以说那个是 位置是绝佳 跟我们在旁边后面那个方向 就是在那个 呃 西南方向的 呃 八王子 八王子城呢 能够成为一个的 牛角 就能够护卫着 这个 东北武藏地区的 两个主要的城池 所以呢 这个地方在地理上面是非常重要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选择在这边 进行一个这么庞大的环玉公式 做一个这么大的城 来进行防卫 所以说龙山城这个地方呢 我会看到 它的一个战略意义是可以看到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上下来呢 就继续去 那个本碗 就是那个 本城的部分 最高的一个部分 去看一下 有没有好看的东西 Let's go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是中苏丸 跟那个的本碗中间的 一个叫 中道 看到这个是 龙山城其中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建筑 就是那个的 沿街 中网 跟沿网 一间那个的 拱桥 然后这个桥呢 是按照当时的规格 曾经的 摩建 当然有点改了一些些了 所以有点 风格的不一样 没有那种的氛围 但是呢 这个部分 我看到也是 经常啊 来到龙山城的人 都会来拍的 一些的 建筑物 是非常有名的 非常漂亮的 那个桥 待会儿呢 我们可以从上面 过去也行 但是现在呢 我们首先 用手下面小罩 从这个上面 一直到本碗 旁边这个一个 的手罩 一直通 通到本碗去的 然后这上面底下呢 是一个很大的 那点感觉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 沿网那边 非常滑均线 所以你们不要赶紧一点 好 Let's go 现在我们来到了 本碗的南侧的 那个我们叫湖口 就是那个路口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里 就是两边的土壘 然后中间那些小通道 然后可以看到这通道呢 不是直走的 是稍稍的往 往右侧 那拐过去 这个也是一个 防御的一个的 公司的一个意图 就是让敌人 通过多重的死角 跟那个的弯曲的地方呢 就是到它那个的 攻城的时间 然后让防守方 能够进行一个的 从内侧的一个攻击 进行防卫 所以这个是 叫 湖口 然后由于这个是属于一个 整体的四方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是属于四方形的 所以我们通常 在城郭 城郭里面呢 我们称之为 声形湖口 声放形的意思 木之旁 一个声起来的声 一声两声的声 我们可以看看一个 直排 在这里了 我现在就在这里了 要进入这个 现在就是四方形的 整体来说一个四方形的 意思是说 叫Maskata 声形 现在我们进去之后呢 就多重的声形之后 才能直接到达本网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的那个的 呃 部分呢 如果是从西面 攻过来说 经过 这样的一种的 弯曲的通道 才能够到达本网 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是当时的 呃 意图来看的话 就必须得让工程方 花很长很艰苦的 那个的 呃 呃 那个的努力 才能够走到本网来 也是为了要保护 在本网的城主的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成的一个极致 怎么样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本网看看吧 走 Let's go 然后再看单单 这里呢 我刚才说的 凹进去 往右侧 拐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层面的话 就在里面 进行三方 的攻击 所以说这个是最后一条 上面线了 如果这里失手的话 估计这个城就完了 好了 我们就进去 好 这里就是昭和时期 所立的一个碑 我算成 Takiyama 州 1983年时候吧 现在这里呢 所谓本网的 呃 沙半侧的部分 沙半侧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待会会看到 这边 有那个井 水井在那边 在床侧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那边有一个 新家的橙色 夹橙色 不过就是 你看 这两个冰 应该是后盖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一个水井 一个水井口 就是给本网的人 是超值用的那个井 非常深啊 已经没有水了 感觉 在古代的战狗时期呢 要公益一个城的时候呢 使用一个非常 必须得首先做工作呢 就是找到 呃 对方这个城 的那个水路 这个水井 是通到哪里去 然后断它的水源 这方面呢 对于 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 武田 来说的话 简直是家庆救鼠了 因为他们的手底下 有一个 就是他们挖掘 矿产 还有那些水井的 那个专业人员 专业的一个工队 我们叫金山众 就通常就会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的一些破坏 来让那个的城里面的人呢 自动的投降 因为没有水了 只能够 可能最后也 也大不了很长时间 也因此这个原因呢 这水井的存在 呃 对于城来说很重要 对于工程来说也很重要 这城要把他飞了 这城才能够 今日的被工作 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还保留的非常的完好 好了 现在我们是去往那边 去本碗的那个 最那个腹地去看一下 本碗是这个找到模样 走吧 好 现在我们就从本碗出来了 然后呢 现在就到了中枢碗中间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呃 桥的上面 现在我们看到了上面 这里看得更清楚了 就是那个城 从从中碗到本碗中间 那个的分叉线 分叉路的那个部分 就是很清楚的看到 呃 这个城本身的那个立体的状况 然后我们往后面一看呢 从本碗出来那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的盛行湖口 可以看到是直走 然后往右拐 然后呢 这两边是土垒 土堆 前面也是土堆 这种三方的那种的 呃 非常典型的 招科书般的一个的盛行湖口 所以呢 一般在那个时代 如果 敌人已经把刚才那边的中碗 给攻下来的话呢 这里的这个桥呢 就会立马被 呃 烧毁 就防止敌人进一步的 就往那个本碗那个地方去 所以说 这个桥只会在太平的时代 太平的时候 没有战事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一般 在一个小 那个桥被烧毁之后的 敌人的只能够 走下面的 这些的通道 当然这些通道 所以已经有准备好的一些兵力 跟那个环公室 等待着他们的攻击 所以说 这个城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 从这里延伸到 从中碗 左面是中碗 右面是粉碗呢 这部分呢 是最后最后一条防线 也是最后的一个 一个城能够 呃 就 希望能够活出来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部分